《凡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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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房子条件差 所以一直没有安心地去寻找另一半 现在家里已经有了自够住房 男嘉宾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那么现在的他想要找一个怎样的另一半呢 我的另一半要求是年龄是28到39岁之间 一个月有小孩带是女孩也不所谓 但男孩也都不接受 我的外形和身高没有什么要求的 我的对方来工作收入没得要求的 只想到一个年龄遇到这个阶段了 我想到一个踏踏实实过的日子来 希望对方个性不要太内向 想到一个三年 大概尽量看有没得负担的去 没得看尽量的 如果说没得当然有个没得也可以 哪种去接受吗 比他大个两三岁来的时候没有几个分年 两三岁没能得下大三岁了 女大三保近短是说的 保好就近短了 搬来也没能得 大概两三岁的话也没能得 我说的话 我都可以有些高要求 不然他到时候结婚了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 一 年龄在28到39岁之间 离异带过的是女儿的都可以接受 二 对外形身高工作没有要求 真心过日子即可 三 不要太内向 今天那个男嘉宾给他匹配对象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他说他36岁了 从来没遇到过让自己心动的一件事 就看他要求很高 眼光很高 但是他要求也不高 他都觉得都是他吃过日子里的心 我觉得首先第一 36岁没有遇到过心动的女生 这个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水分 就是完全没有过 我觉得不可能 另外一方面就说明可能他 就是理想当中的那种类型 和他现实生活当中所接触的 可能差距比较大 所以他一直 就是可能觉得没有办法让他心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呢 还有一个就是 他始终没有走出过第一步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惰性在里面 而且单身久了以后 他有时候可能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了 他没有去走出这第一步呢 他也不知道爱情到底会带给他什么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 我们当然要好好地帮他来选择 适合他的 在这个年龄阶段 跟他的这个性格特点比较符合的 第二 我们要给他信心 我们要让他 不单是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同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要更加地主动 要更加地勇敢 让他把这第一步迈出去 那行 那我还是根据他的要求 再去找一下 辛苦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智慧 今天的蓝嘉宾一米八 个子挺高大的 然后呢 他是一名保安 虽然工资不是很高 但是呢 他是很踏实的 也很善良 但他说到 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现在是六岁了 这一点我倒是蛮好奇的 其实同样有一些男生呢 工资也不是很高 但是他也有一些情感的需求 也会主动去跟女孩交往啊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想 会不会是他的那个 就是有时候特别内向啊 或者是说不算言谈啊 是不是在跟女孩交往的时候 情商是不是会有一点欠缺呢 导致他单身至今 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这一点我是比较好奇的 那究竟男嘉宾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原因是什么呢 也许在今天的相亲节目中 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那今天的编导能够为他找到一个 让他心动的想要恋爱的一个女嘉宾吗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好 我叫张志华 那是我第二次来发人游戏了 上一次呢 因为当时那个男人有点消气 我不是还能够接受 做一相亲事 上一次呢 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 还没有工作 那一次我已经出来工作了 也是一份具有爱心的工作 都是看顾特殊儿童 照顾他们的读书期间 那些生活齐局嘛 本期这位女嘉宾 张志华 四十岁 身高一米六零 职业 特殊看护员 月收入三千元 婚姻状况 未婚 三个月前 女嘉宾就曾来过一次班人游戏 但因为双方对花钱理念的不一致 最终没能牵手成功 这一次重新出发 女嘉宾的走舞要求 又有哪些变化呢 希望找一个35岁到50岁年龄的男生 然后个性要大方开朗一些 在生活当中不能跟人家经济教练 个性文化 没得保护情想 对女儿还好 都是说能够看得起我的嘛 女嘉宾的作物要求 一 年龄在35到50岁之间 个性开朗 不斤斤计较 二 个性温和 没有暴力倾向 综合来看 男嘉宾性格温和 个性开朗 符合女嘉宾的作物要求 而女嘉宾未婚 适合过日子 也是男嘉宾想要寻找的类型 两人匹配指数 百分之八十 今天的相亲 能够一帆风顺满 好 我看到男嘉宾和他的妈妈 来 我们把他请过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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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不老 那今天如果我们介绍 给你的女嘉宾 你第一眼看到她 仍然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怎么办 你可以谈了 他没得其他要求 你可以谈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见女嘉宾了 有没有什么想法怎么见 你想怎么和她见面 我不晓得 没有 我没来过 好吧 反正都是 实打实的 对吧 很老实的老实人 她是 那我们就直接见面吧 好不好 对 女嘉宾已经到了 待会我就带你过去 一起来见女嘉宾 好吧 好 好 刚刚我们摄像大哥开机之前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小猪 你后来马上一直是手牵手 哎呀 你们不知两个感情太好了 真的是 你说到那天 我其实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你要一直一直不刷破 有年轮是不是 你把她拼得关的太多了 我没关系 你是不是学不得她 我没学不得她 这是因为 我老的房子 来吧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躲太阳 第二个是因为 女嘉宾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先远看一下 我们在过去认识好不好 来吧 姜还是老的辣吗 阿姨你先点评一下 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 看到背面可以 好不说 还不说 想不想吃过日子的 看来还是巧 你觉得你儿子巧不巧得起 他巧得起 你怎么有信心啊 爸爸说巧去要紧要回来 他紧上的屋子都在头上 就穿着花枝招展的 你反而可能 看不上 他就是不合理的 他说他就是什么 他说不是 你自己觉得呢 可以过日子还是可以 可不可以过日子拿开 真的看不出来 好 我就把你送到这儿 接下来 你还是自己主动去认识一下 好吗 握个手 认识一下 好你好 我是今天来的男嘉宾 祖宏 来介绍一下嘛 这旁边不是还有吗 介绍一下 你和妈妈 你好 你好 其实刚刚呢 两个人自己 娘娘刚刚收我都没得了 我刚刚突然在想 阿姨是不是手不够用 因为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阿姨的手一直握着自己儿子的手 你要是那个时候 咱把他的手牵过来的话 说不定他们缘分都抽到一起了 是不是 来嘛 我们上两个年轻站到一起嘛 要不要得 来来 你们站到一起来 那接下来 你看 先吃饭嘛 这个地方 都我吧 好 到哪儿吃 你先吃饭 中餐吗 都可以 中餐喝饭都可以 走吧 走吧 你吃它 你问那个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起吗 还是不一起吗 一起 我对男嘉宾的印象还是不错 打得到八九分 他身高来起 都多高点 然后都是肚子有点大 没得啥子太大 这个问题 所以说 还是可以打个八九分嘛 我对女嘉宾的当下 打十分 反正我的要求又不高嘛 反正还是 还是比较温柔 比较 见面之后 男女嘉宾对彼此都很满意 纷纷打出了高分 那么 通过接下来的深入聊天 两人的感情 还能够继续升温满 你闪门来 哪闪门来 我在一个学校 学校 当老师啊 直角 大闪门来 你学校 认识的 你学校 你学校 我学校 我学校 你学校 你学校 我那个是一直星期五都上班 星期六十天的休息 你们是哪种类型的班啊 他们是在财光所 以前财光所呀 现在没做业务了 我们人比较少 就有几个人 工作比较简单 他不想起帮忙那个 一起帮忙要上十六小时 我们那个比较轻松 生活还是可以吃两顿 早上和工作 晚上都回家 晚上都回家 晚上你回家吃 但是晚上你一般的 等到五天钟过后去吃 我的工资现在是三千五 就是保险过后就三千 五千买些都来 那工资你见不见你 不是能够看这种 现在我跟妈 跟父母住在一起的 房子啊是全款 妈的父母没得负担的 其实平时我的开销也比较低 都没有 没有 没有时间过去 基本上没有那样的 有时候就大耳朵 偶尔大耳朵 都没有那样的 我平时写点字 写字啊 写字啊 写毛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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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除了写字啊 然后没有那种兴趣 有点 唱歌算算吧 唱歌啊 在开听都唱歌吗 全没开过 嗯 我也喜欢听歌 听那个 我喜欢听那种老歌 嗯 八十年代了 就是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也有时听 有的时候 看起响响响 还有的时候 我也会响响响响 也会响响响响 我从小也喜欢她响响响响响响éré 那些还希望听歌啊 那些 就是 就是情趣爱好那些 还是都持�� Scot Whisper 有什么要求啊 说你的逮渡是啥的要求啊 就是 三十五到五十岁之前的 呃 都是 工作稳定啊 然后 反正性格比较快乐啊 啊 都是 像我说 我可能有点绿像吗 我喜欢找个 提醒确 你就有点绿像哈 有找个 要少 rid 哦 我心里稍微有点点内向 但是平时还是遇到 什么好得来的还是会说话 还是有话的 但是我反正表达不是特别的 有表达欲望的那种 虽然我心里不是开朗 但是我还是可以带动他一起互动 还有什么要求你点 就是要有爱心啊 喜欢猫猫哥哥啊 喜欢猫猫哥哥啊 我以前喜欢猫 喜欢猫 喜欢那个 还有不抽烟不好就啊 不输酒啊 不打女的啊 就是不要亲一亲啊 我还是不抽烟不好就 基本上合适 基本上符合的要求 一年多有那种 只要了解 然后我们一年 出来结婚的比不比较低少 还是可以 坐下来之后 两人从工作情况聊到个人爱好 甚至还聊到了结婚 一旁男嘉宾的母亲也加入了聊天 为儿子助攻 他呀 报道性的写事还好 孝心的写事还好 请我们跟他说什么 这些啊 他还是天 他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都给他老实话 他可能一直想 我们一趟 不能写什么 说白了天都是老实人 因为我跟他们老后 那个关系都晓得 他们老后也是个老实人 我觉得他能把我们的 我遇到中国 他不是恰心 这么老人 他这么老人 因为我是看我本人 我是遇到那种 许化的男人 那我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我很幸福 我还多幸福 我们老人的话 也是老老实实的 这会儿还得上班 还前缘上班 我没上班 他身体好 我也说给老实话 我上班了 希望他再结婚 我还不是强谈我 我说你早就说 我说我老实在老人 我说我打给说 我打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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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孩子 希望我打给你帮你 帮你 今后还老的 那我带不动 我都觉得我比他大 他应该照面 你比较大几岁 打点点 打点就该有啥子 大概两三岁三十岁 都没那么的 我说的话 我就得买那么的 我在想的话 比如说你看到的话 他工资是有点矮 他当不安装 这个都谈定 他当不安装 他钱呢 现在他过年成绩 他一个月成了 两千战 至少他都是成了两千块钱 他去过了 他都交点手机费要 水电费要是他交的 这个有决定是他交的 其他人我们家庭那个条件 你说好啊 你不算好 你说费啊 我看喜欢 你没个人 至于如同说 你们进入 你两个相亲 在前面的话 你们这是堂得来的话 不如同说 买菜子啊 或者下 我们必须不大 他一个人过还是可以 但是两个人过的话 三千多的话 确实是少了点 都是养家 也不能养家两种状态 老养感觉 算可以辅扣啊 反正我的工资 确实不高嘛 所以说还是有点解议 他那个工资低 那个问题 那你觉得好多工资 你觉得是让玩 你是满意的 五六千嘛 其实上玩还更好 对 男女嘉宾终于见面了 你会发现 男嘉宾对我们女嘉宾的分 打得很高 居然打出了十分 就证明他对他很满意 其实我们这个女孩呢 他也不是特别惊艳 就是很朴实的那种哈 就看出我们男嘉宾 对于女师的颜值方面 他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然后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呢 双方都聊得挺起劲的哈 然后有一些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下象棋之类的哈 这一段看着都特别好 但事实上女嘉宾 在跟我们编导交流的时候 也提到过 就觉得收入是有一点低 而自己的工资也不是很高 如果大家组成一个家庭之后 那生活的开销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的开销 可能就会很大 那他们以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接下来的交流中 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了解到男嘉宾的家庭 和个人情况之后 女嘉宾对男嘉宾 只有三千块钱的月收入 产生了一丝担忧 害怕男嘉宾以后 承担不起一个家庭的开销 在跟男嘉宾和母亲 一起用完午餐之后 女嘉宾也是来到了 男嘉宾的家实地考察 她的顾虑能否打消呢 来走吧 来走 我发现进来以后 我觉得家里采光好好啊 采光还是可以 很明亮 而且家里很干净 而且这个家里一看 就是非常的 第一 有生活的气息 第二 看得出来很热情 这些 还是 这些 红烧肝 是吧 酸美汤 是本来都有吗 还是今天又晓得 刘嘉宾要来专门准备的 准备的啥 不晓得 准备的 肯定不是啥准备的 妈妈准备的 是妈妈准备的 那个房间 五月豪打明镜 接近八十 我们有 我们去参观一下嘛 好不好 参观嘛 小猪带我们去看一下吧 看你的房间吧 我 我都烦得很 啊 能个干净 你不可能开进那个干净 你我室里面还烦得很啥 好吧 乱得很 能个乱得很嘛 干干净净的 平时房间自己 还是妈妈帮你收拾 妈妈收拾就收拾 你还是老死 哪个房间是你组的 啊 这个是 你和叔叔组的 啊 哦 你看一下 李嘉宾问一下 这个房间和男嘉宾自己的那个房间 有没有什么最大的变化 区别是什么 你觉得这边就看上去就是夫妻两个 哎 从哪里看出来的 你看嘛 上面那个 啊 真爱永恒啊 真爱永恒 还有两两朵大玫瑰花是不是 嗯 你看这个房间都充满着爱情的味道 哈哈哈哈 这是十字秀是吧 我国人秀的 哦 你秀的啊 对 他跟我的还有块大的黑 你哪个没给你儿秀一个啊 还是早日结婚啊 早生归子啊 那还是妈妈的秀都不得吃 有机会啊 你如果说你们儿双朋友了 你对不对 以后把这个真爱永恒的十字秀 搬到他那个房间去挂钱 跟他秀 单独秀一个 秀一个啥子主题啊 秀西山啊 你说嘛 十个字 给他秀个啥子 真爱永恒 哈哈 真爱永恒 成了传家包了 走吧 走吧 我们出去坐吧 都是能够敢坐下的呢 啊 你能够在一起那个人 那个红烧巴巴的一些 刚才你们的爸爸可能还是这哦 哎 你也你也坐 你也坐 阿姨你也来坐 家里参观了一圈啊 我个人的感觉 还是很有生活的气息 很有家庭的气息啊 刚刚女嘉宾也感受到了 很有爱的气息 但是那个爱的气息 现在还只在阿姨他们房间里边啊 你参观完了以后 自己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小张 如果是阿姨 像阿姨说的那样 和住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略为 那个没那么宽敞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那样 都如果说以后呢 住的问题随便他们嘛 反正还有套房子上 有套房子上 他们就做新的要得 做这套 阿姨要大点点 三十一天 三十一天 就是房子虽然是有 但是你个人来讲 是希望跟儿子住在一起 还是说你可以让年轻人 他们自己去住 我说的话 住在一起更好 那个时候更好 他们工作 他上班 还是辛苦 还希望人 我们没上班 都在外头 煮饭啊 做好家务啊 你是住室 也是住广大人 如果停下来还不时宜 小朱呢 自己呢 你自己怎么想啊 希望以后是 自己住还是跟父母住 跟父母住肯定要来个戏 可以见头发来日子 你是怕从来都没有过 三铁锅屋 三铁锅屋 因为妈太能干的 他管了跟我 他管了 撒铁锅 撒铁锅 他妈低下啊 好嘛 我相信嘛 喊他妈呀 不是相信啊 喊那个要喊 小张怎么想这个问题 其实家务也没那么多 就是家务也没那么多的话 就是阿姨应该多 多享福 你们说话 老实说的那个客气 就是 那个最后啊 那个说破了哪一句话 那个坏人叫我来住 他也是说 他的国人回国政府 他们国人住 他来撒铁锅 不要你操心 好嘛 原来做得行 我最后去想个日子了 就说到这个地方啊 就是刚刚我随便问了一下 女嘉宾的感受 引出来关于 以后在哪住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相对来讲还好解决 但是呢 我隐约感到 感觉到今天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也是同样 没有把这个问题说破 也没有把这个问题 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所以刚刚在上来之前 我特意 我特意的和女嘉宾在楼下 聊了一下 聊了聊这个事 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关于这个家里面 传宠接代 延续后代 你保随随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问题 今天其实你们一直 没有当面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 刚刚我跟女嘉宾 在下面简单地沟通了一下 我也给她一个建议 我觉得她现在应该 上来以后 参观完了以后 和你们一起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也讨论一下 如果真的有小孩的话 经济上的话 靠我们两个人的话 可能现在还不能承担 抚养小孩的那些责任 或者责任 肯定小孩都要 经济方面 可以慢慢地再来 但是现在还年轻 经济方面可以慢慢再来 这个过程有多久 你这个里面本身 就存在着一个问题 我你讲 小猪 反正因为我今天 在这个地方 就是来帮你们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 孩子一旦出生以后 孩子不等人的 那每天都要张嘴的 每天都要吃奶的 每天都要尿不湿的 你刚刚那句话 我听了以后 就有点不对的事 你说慢慢再来不着急 那怎么不着急 你去着急 人家我来钱还不有 钱从哪里来的 阿姨 我太想了 不想要老人来负担的话 老人来不是他 他该是哪个老子 我用的都不玩 小猪 你大概 有没有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你觉得 一个普通的家庭 如果说有一个新出生的小孩 大概花费是多少 从小时到大 起码有两百万 那咱们就不说这么长 你就说 就是小孩 婴儿时期 一个月 才出生的时候 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两百万 把他买一百万要花 一个月起码 我也不晓得 来一份钱 三千块钱够不够 三千块钱应该够了 那如果是加上自己的 就是 自己的吃喝呢 家庭的开支呢 那有点老后 那现在我就想听一下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回答不出来 因为女嘉宾他的收入两千多三千块钱 他的收入也不高 你的收入也三千块钱 如果你们活到一起 可能有个五千多 那么玩要花三千多 你们还有时候开销 可能这样子 你们两个月要花两三千吧 相当于 没得到的 如果玩一次消息 比如说生个病的一些 上个医院的一些 没得到的 那个不合适都没得 对那个不合适都没得 没准备的 还有我有准备 啥子准备 没准备这个吧 实话 我看得出来 你儿子现在有点不高兴 没啊 很明显 我相信镜头前面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 你刚刚跟你妈说话的时候 那个语气 重新话 手机都是在桑她了 而且你刚刚还说了 一句比较消极的话 说不合适就算了 所以我才告诉你 这是不管谁 今天是小张 还是明天是小李 都会放在台面上来讨论的问题 那你如果是用这个逃避的态度 或者消极的态度 那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当时那种情绪 我是反正 反正不让小张个姐 在谈到以后家庭开支的问题后 对主持人的问题也是消极对待 而一旁的母亲见此情况 也开始不停地为儿子说起了好话 我都说没有问题的一个完了 我觉得好 那钱从哪儿来 我还是那句话 钱吗 曾经有钱 你有钱是不是 反正有点不多 那我比全部靠你的钱 阿姨不是全部靠我的钱 他不上班吗 他要住是 那以后开销更大 他是想找钱 平时还是工啊 都背的 聊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 那就是这个经济怎么办 我感觉之前男嘉宾 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可能父母把他照顾得太好 也没有让他自己去面对过 成立一个小家庭这些经济上的这种负担 所以他就拒绝 我就不想思考 那就这么着吧 好像感觉就是你来挑剔我 我不高就算了 但实际上可能我们更多的可以从资深上去找一下原因 如果我现在收入不行 那我应该怎么努力 第一步怎么样 第二步怎么样 我可以干更多的工作 建几份职吗 还是我要去提高一下 怎么怎么 就是有一些规划的话 可以对一个家庭来讲 他就一步一步的这么走 就慢慢的就会有进步 在今天的婚店市场里边 有些男孩就会说 哎呀就是这个女孩太物质了 看不上我 觉得我经济条件不行 可是经济条件不行 我们是可以改善的 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 是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规划才行 如果我们靠父母的话 是靠不了一辈子的 因为父母他们会渐渐变老 当他们老了的时候 走不动的时候 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依靠 这样才行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 都应该要树立 就是自立自强 要不断地为这个小家庭 去创造一些财富 这也是我们成立一个家庭 它的安全感所在 反正你个国人 要有担当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家庭一个担当技巧 反正大家都论你 支持人 我看我经过 我们的话 我跟他们老和人的话 那个时候被手企加盖 还不是 进去一天 还是只有努力 努力等钱 现在像平时都会去 跑外卖 自然零用钱 就是现在本来周末都在 在跑什么 跑外卖 这里都得跑了 一天七八十块钱 现在跑外卖一天 才七八十块钱 他没跑去三天的话 不吃 跑个中午到下边干嘛 等这会儿上去 那边 没想到他现在已经在开始 跑外卖了 如果再跟他洗牙的话 相信他还是会上去的 我还是相信他有自己的办法 可以克服的 只是我可能就属于拖后腿的那种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 我是必须也要明确提出来的 养育孩子 绝对不是说某一个人 或者家庭里面某一个成员 某几个成员的责任 当然我觉得 对于女人来讲 我一直觉得现代女性 又要当妈 又要工作很辛苦 对于女人来讲 已经付出很多了 还要去外面打拼 去工作 很辛苦 但是我们普通家庭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 现在也都是双职工的 对不对 所以未来经济上面 也不是说只是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未来的老公 他一个人的责任 你同样也要参与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点也没有意义吧 没有 所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不能说 把所有的问题 都抛给男嘉宾 你怎么办 你要出去 给我多挣钱 抛给婆子妈 你怎么办 你有多少积蓄拿出来 你同样也要参与 对不对 你也会尽力 我刚才在他们家里面 谈谈了一些问题 然后给我的感觉 他们那家人都很死在 然后都是老生 然后尤其是他的父母 我原意为他的儿子 付出很多 可能也是很难得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 男嘉宾住的这个小区的楼下 那随着男嘉宾和妈妈 一起下来的 还有妈妈家里的 这个传家宝是不是 娘娘你把你压箱丁的宝贝都拿下来了 你不是开头挂到你窗后面 那个十字秀的吗 是不是 那个十字秀其实 刚刚我在看 尝过那个房子 我都在讲 很有意义 也是 我觉得娘娘对于自己生活 对于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现在拿到手上 肯定也是对于儿子的 一个美好的愿望 那现在 我们其实应该也看到 阿姨和儿子 和我们男嘉宾是 共同拿着这样的一个十字秀 我觉得她也有一种 传递的精神在里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接下来 我们男嘉宾要给女嘉宾 做告白的一个礼物 那么它包含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你们二位又想在 女嘉宾选择之前 说些什么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不好 好 妹妹 你如当时 你们两个 刷得成千手成 道工了 你的母亲家里面来 我还是会提醒你们 如当说 你们上班辛苦了 我只在外头承担教育 还是 想要有小孩来想 我都带 给你们 洗衣服 洗衣服 我都要的 煮饭 你们跟我一害 更好 如当说 你不跟我一害 是你们的选择 你们随便你们 这是我当老的 是我应该做的这些责任 随便那个二十小时 发生我包容得下来 今天和你相亲 那个认识啊 我还高兴 不是 你说那个问题呢 我现在可以给你 给你回复 你说那个是小孩的问题 我愿意跟你一起 承担奉献 你愿意吗 好 刚刚我在旁边也听到了 我觉得阿姨和小猪 说的话 都很真情 也很真诚 代表了他们此刻的这个心情 在配合上 这个真爱永恒的十字秀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诚意满满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包含着我们申请邀约的 我们成立的这个十字秀 我们把它递到女孩的面前 那小张 你自己考虑好 如果说 接受她的邀请 你也愿意给那家 选一个机会的话 就请接过这个十字秀 代表着 你们有机会真爱永恒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你也跟他们说声抱歉 就可以离开了 好不好 那么梁梁 我们一个拿左面 一个拿右面嘛 我们还是要有一次感 是不是 把它稍微拿起来一点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选择了 好吧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 女嘉宾的选择 三 二 一 来 请选择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 女嘉宾的选择 三 二 一 来 请选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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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觉得哪个时候 我们都想 他们一个拉一头 好不好 首先我觉得 还是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牵手成功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东西 拿在手上以后 传家宝 传家宝 真的 以后我真的希望 你们真的有机会 能够成为一家人 我同时还想对男嘉宾 就是今天妈妈 把这样的一个十字秀 亲手秀的十字秀 作为一个礼物传递给你 由你传递给了女嘉宾 妈妈已经为你做了很多了 接下来你自己也要努力 好不好 钻戒就需要你自己来努力了 努力去创造 当然我觉得最后 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 你们就像这个十字秀上面 讲到的一样 真爱永恒 恭喜 牵手成功 来 来 来 给我个赞 做会儿他们 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智慧 今天的男女嘉宾 牵手成功了 我觉得最后人牵手成功 得益于我们男嘉宾的 妈妈的那一番表白 我觉得这妈妈太好了 带孩子 洗衣 做饭 什么都做 就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庭 就让我想起了那句诗 春蚕到死 丝方进 蜡锯成灰 泪屎干 妈妈太伟大了 我希望男嘉宾看到妈妈 说的这番话 对你能有所触动 你始终要长大 我希望你后面 能成为妈妈的一个依靠 而不是让妈妈来为你周全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男人应该还是要多一点担当 也许你现在虽然三十多岁 但我觉得从心理上 你还没有度过青春期 更多的像一个孩子 要真正成为一个男人的话 身上要更多的担当和责任 希望妈妈以后能够依靠你 而不是还要去帮你做那么那么大的事情 说句实话 我觉得今天的男女嘉宾 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他们也很坦诚地把这些问题 放在台面上 大家来共同地讨论了 我也相信迈去了这一步 万事开头男 以后他们就会越来越顺的 借着阿姨最后的十字秀 也希望他们能够真爱永恒 那么电视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想相亲并且签署成功 欢迎大家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库新城二楼 凡人游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 好了爱情靠争取 外部放弃 感谢你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节目再见吧 拜拜 好多文字哦 熬餐了